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什么好姐妹 连封信都没有 我在美国很忙嘛 你在忙什么 谈恋爱啊 我在那边好多人追我呢 那有时间学习 那你怎么毕业的 我有时候呢 就会挑一些成绩好的来跟我约会 他们就可以帮我写论文了 那你怎么回事呢 你有那么多男朋友应付得了吗 我可告诉你啊 男朋友呢 跟情人之间是有区别的 我的干哥哥令杰 他就是你的男朋友 可是 他 他是不是你的情人啊 你在胡说什么 虽然我看不清他的脸 但是我一看这个背影呢 我就知道他不是我哥哥令杰 你告诉我吧 他是谁 我保证不会告诉我哥哥的 普通朋友 男生跟女生之间可没有什么普通朋友 这是我的经验之谈 你快告诉我吧 我真的不会告诉我哥哥的 令杰也认识他的 那好吧 那我一会儿自己去问他 你到底想知道什么 那 他有趣吗 他是做电影的 他是男明星吗 很帅吧 你可以接受给我认识 我从来没有跟男明星谈过恋爱呢 不是的 他只是做电影生意而已 他一直努力追求梦想 从来没有放弃过 我想起来了 他是不是最近 总跟我爸爸在一起开会 他 姓顾对吗 你看你 一提到他呢 你就笑那么开心 我问你 你是不是喜欢他 他已经有女朋友了 你还没有正式回答我的问题呢 我现在不想撩他 好了好了好了 那我以后再问你吧 不过我得提醒你啊 虽然我的干哥哥令杰呢 平时好像很威风 可是他是真的在意你的 你可不要让他吃醋啊 爸 来 尝尝这鱼 好好好 你忙活了半天 做了这么多的菜 这能吃得完呢 你以后想吃鱼的时候啊 记得去向尾那家买 那家便宜 记住了 你要多吃点啊 这个陆承远 要不陆承连还饿了 来 爸 你自己吃啊 好好 我看看 我看看 转过来 合适 你妈临走的时候 我答应过她 你出嫁的时候 一定为你做一件新的衣服 挺合适的 爸 衣服很漂亮 谢谢爸 你跟爸爸怎么还这么客气啊 这么强着 好 您知道 恢够好吗 你不认贾 好 您好 弟弟 你看 您然 eats 你 gost 多久啊 马上就好 马上就好啊 爸 我到了那儿 会给你写信的 你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啊 放心吧 看看大喜的日子 别哭啊 高兴一点 来了 来了 我勒绝了 还是能把山派过来 我才是回事 我没有想过 我没有差了 我髒的 我没想过 我还能够 我懒得了 我的天王 就别不写了 我别爱你 我愿意 你会去掉 我愿意 还有了 好 好 好 小叔 彪子 你可算来了 急死我了你 人我给你带来了 我走了 走走走走 走 你躲啥呀 我帮你拿行李 给你的 拿着这个 这望北区啊 越走越浪 穿这件的衣服拿行 快走吧 火车要开了 走 走 上断了 太刀了 美脇 感谢观看 出伤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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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nmark 这 这 这 我这把要这个 我也说我赢了这把 赢了这把 来来来来 快 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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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说大还是小啊 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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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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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压大 快快快快 我要这个 我要这个啊 我大 这个 开开开开 什么 再来 再来 陈云冰一百 一百 张军二百 二百 不错嘛 这个月的募捐情况 比之前好多了 是上个月的三倍 看来啊 越来越多的国人 开始关心国事了 真的 太好了 你们两个来得太及时了 刚才郭二哥 已经算过了 我们已经为国家 筹得了不少款项了 怎么了 发生什么事了 如今 光是出钱已经不够了 对 现在是时候 该我们出力了 关东军 在沈阳附近搞破坏 已经开始进攻 沈阳的大营了 那这么说 是不是会随时开战 没错 国情已经越来越严峻 我们再不能袖手旁观 站在后面也不是办法 我觉得 咱们应该上前线去 好 我们就去上前线 去当兵 去打日本人 对 要以我们的热血 来救助我们的国家 对 说得好 现在日本人 已经越来越过分了 我们可不能当缩头乌龟 对 郭二哥 你是一个男子汉 加入我们一起吧 对对对 加入我们吧 对 加入我们 一起赶跑侵略者 我们先去 大哥 我们回来了 陶姐 媚媚 辛苦辛苦 来 陶姐 来了来了 这是拿错了 这是给你买 谢谢 谢谢 大三 大哥 大哥 我回来了 回来就好 辛苦了 坐吧 坐吧 别站着说话 走吧 走吧 来 美颜 这是送给你的 全都是你最爱吃的 谢谢 但是我最近胖了很多 你还买给我吃 我婚纱穿不下就怪你了 你就放心吧 你的身材再走样 大哥也会娶你的 臭小子 我只是怕他呀 不找我当你主角 那他不敢 大哥 你肩膀经常酸痛 这是新加坡最有名的药油 是颜梅提议给你买的 大哥 你要觉得好用的话 下次回来 我再给你多买一些 好 好 颜梅 怎么忘了给二哥买了 不是吧 连桃姐都有 您二哥竟然没有 二哥 你不会生气了吧 三哥他跟你开玩笑的 我叫你不要跟二哥开玩笑了 至于吗你 给你买了 就在行李箱里 一会儿拿给你好不好 你不是有什么事吧 我看你刚从外面回来 就一直心事重重呢 没有了 现在东北战火已经燃起来了 我觉得我们一家人 能够聚首一堂 已经是最好的礼物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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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哥说得对 国难当头 应该一切从简 我觉得这个礼物呢 我就先收回来 送给最需要的人 好 干嘛 你不是怕胖吗 怕身材走样吗 不会啊 给我给我 不管了 大哥 怎么样 坐了那么久的船 累吗 跟马车相比 坐船轻松多了 让大哥好好看看你 感觉是晒黑了 也结实了不少 大哥你坐 好 我现在想起来 这真的是一个很难忘的经历 要是我这次没有去的话 我真的不知道中国人 在那边过得很辛苦 他们基本上没有娱乐的选择 他们唯一的消遣就是我们的电影 我还想清了很多事情 原来的我太幼稚了 现在我才知道 大哥为了让我们过上更好的生活 到底有多辛苦 大哥 对不起 老四啊 这次 应该是大哥说对不起 别这么说大哥 我知道你都是为了我好 我之前呢 不想让你在电影方面发展 是大哥做得不对 做得不好 这样 以后啊 你自己的前途 你自己去挑 大哥支持你 三国 谢谢大哥 有一段时间没见面了 我怎么感觉 你成熟了很多啊 我怎么觉得是大哥要娶一个 年轻美貌的老婆 变得更年轻了呢 对了 大哥 我有一件很重要很重要的事情 想要问你一下 什么事啊 你是怎么跟大嫂求婚的 你臭小子你 那你这次结婚 你儿子知道吗 我给他外公那边写过信了 可他们一直都没有回我 也不让我跟小军见面 放心吧 总有一天 你们父子一定会团聚的 但愿吧 是一定 好 一定 好了 吃饭去吧 清清 清清 他们都走了吧 对不起 我来晚了 其实你没有必要过来送信 小国和忠信 已经对你完全彻底的失望了 没有任何期待 他们临行前也不会想看见你的 不是 其实我跟大家一样 我心里面是爱国的 你爱国 开玩笑吧 你能像小国跟忠信一样去当兵 到东北的前线去打仗吗 我 我看算了吧 你还是回顾家继续当你的二少爷 继续拍那些歌舞生平的电影吧 再见 好 首先我谢谢各位 我先向大家报告一下 我们第一个星期的票 全部卖光了 下个星期的预售呢 也已经预售了七八成了 所以呢 我们才举行这个卸票活动 请说 天下的电影 这么久没有在上海放映 您取得这么好的成绩 请问您有什么感想 说感想 其实要说的话很多 不如这样吧 这个问题让我的三弟来回答 因为他刚刚从南洋回来 天下之所以有今天的成就啊 全靠他了 来 三弟 谢谢各位 谢谢各位 大家有点过奖吧 天下有今天的成绩 我觉得是我们顾氏四兄弟 一起打拼的结果 绝不是我个人的功劳 当然还有我们的四弟 他今天有事 所以不能来 改天呢 大家可以问问他的想法 另外我觉得 化碟园的成功 除了我们顾氏四兄弟的 努力之外 我们还要感谢一个人 就是这部戏的摄影师 雷邦先生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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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大家多多支持 我们天下电影 好 大家如果 没有什么问题再问的话 我们就开香槟吧 好 谢谢各位 来 谢谢各位 谢谢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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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unds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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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种 以后啊 这里就是你家了 你家了 群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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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 怎么又是你啊 你找谁啊 徐大叔都搬走了 那他女儿呢 女儿 都出嫁了 听说都嫁到东北去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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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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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看看你媳妇吧 阿宝 今天你当新郎官了 傻小子就要回去 阿宝 快快快 过里跪下 阿宝 干啥去啊 阿宝要尿尿 等会儿 等会儿 拜堂的嘛 待会儿再去 阿宝憋不住了 爹 快去快回 快点啊 去啊 是吧 是吧 亲朋好友们 今天啊 是小孟和阿宝的大喜日子 为了不错过吉时 一切礼节都从结 我们现在呀 就开始拜堂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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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拜天地 想啥呢你呀 快拜呀 二拜高堂 夫妻对拜 礼成 从今以后 你们就是夫妻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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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恭喜 来 新娘子 好 现在给你公公敬茶 来 把哨子给我 把哨子给我 你把哨子还给我 干啥呢你 别看阿宝这样 你也不能这么对她 你嫁到我们孙家 就要守我们孙家的规矩 你的规矩只有一个 就是必须对我儿子好 还有 给我生个孙子 老孙算了 大喜的日子 以后慢慢教 我们继续啊 阿宝 出来 给你爹敬茶 多好看呀 爹 茶 好 别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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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燕眉 在我这里呢 想怎么喝都请 到了新加坡 就别再这么喝了 要以事业为重 我现在出了工作 什么都没了 我没有想到她没有留下一封信 一句话 就这么走了 很多事情都会改变的 我们没有办法控制 可是我不相信她对我的感情变了 这个世界上呢 很多东西 都会发生变化 我们谁也说不清楚 就像现在国家的局势 明天会怎么样 谁又会知道呢 师傅 我知道你不想说 但是我相信群梦走之前 你一定跟她见过面对吗 cularawan 我这次回来本来是想向她求婚的 但是你知道吗 我现在脑子里面 有很多的问候 你要我就这样回去 装作什么都不知道吗 那你想从我这里知道什么 你想让我跟你说 你走了之后 小梦遇到了别人 嫁给了那个人 嫁得很幸福 你就会死心吗 还是你想让我跟你说 小梦还是喜欢你的 他还想着你 这有什么意义呢 我只是想知道事实是什么样的 事实就是 小梦已经嫁人了 你们俩的缘分只能走到这一步 我们俩一回来 是不想要有一个人 对不想要有一个人 都不想要有一个人 你怎么打不懂 是有一个人 这一步的 是一个人 这一步的 给我 你这一步的 你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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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觉得 你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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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样 你真是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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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刚才是想给你盖被子 爹很凶 下一次 他还是凶你打你的话 你就说梦见妈妈 妈妈哭了 他就不打了 相信阿宝 阿宝事故 知道了 还给你吧 你不是想要吗 村口的小楠 他尝尝下阿宝的枪 阿宝讨厌他 阿宝不想你也讨厌阿宝 阿宝 阿宝 阿宝睡觉 阿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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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是在 小玉妈妈在温室啊 这是小蜜吗 都长这么大了 记得我是谁吗 当然 丽姐姨嘛 是露西啊 还有 我是姐姐 不是姨 你要是以后 再记不住我名字的话 我就不给你买礼物了 谢谢 乖 丽姐姨 豪气 这是给小朋友的礼物 谢谢 这都是给小朋友的 谢谢 那我带你们去找小玉吧 不用了 我们认识路的 那好 那我们走啦 好的 记得我走的时候 没这么破啊 怎么现在成这个样子了 下了几次大雨 就弄成这样了 不是叫你请来帮忙吗 你看把自己累的 这里又脏又乱 你看那墙 发霉了 你一个人行吗 反正我也有空 慢慢弄就行了 如果让工人来 会把所有盆栽都弄丢了 可是 有些还可以留住的 我有什么可以帮忙的吗 不用了 你从来不做这些的 我平常不做 不代表我不会做 黄静 我可不帮你啊 你自己帮忙吧 我今天 刚做了指甲 我先拿出去丢了啊 谢谢你啊 我从来没有见过令杰 干这种事啊 我从来没有见过令杰 你对她的影响可真大呀 又想跟我暗示什么呀 就是令杰让我问问你 说 最近她跟你见面挺少的 见了面你又不怎么跟她说话 她想问你 你是不是最近心情不好 没有啊 只是忙着打理这里 太累了吧 真的 不是其他原因吗 不是你想的那样的 真的不是因为 那个辛苦的要结婚了 你不开心吗 我跟你说过很多次了 我跟她只是朋友 她回上海结婚 我只会替她高兴 好了好了好了 那你就当我是多心吧 小美 有没有我的心啊 你 你赶快走吧 再让老板在酒店里看到你 真的会把我辞退了 那你就赶紧换工作吧 因为以后你天天都会在这里看见我 拜托你别再害我了 要不这样吧 有空请你吃饭 你说的啊 说到做到 好了 那先帮我切颗印 什么 我和我弟弟 以后就住在这儿 而且还订了贵宾房 不信你就查一下 你不会连我的名字都忘了吧 你是说想搞一个 和以前不一样的收银师 对 华谍园在上海的 成绩非常好 梅艳 我应该叫大嫂了 她现在在南洋很受欢迎 所以我想趁这个机会 多做一些宣传 我有个提议 今年不是我们饭店 三十周年吗 我想办一个庆祝晚宴 我正在瞅我怎么宣传的 你想一帆风跟天下合作 我想合办一个 拍卖电影票的活动 把卖票赚回来的钱 全部捐给孔儿院 孔公子说的 真是个好噱头啊 又能做膳食 又可以做宣传 这是一举两得 领界的提议不错 说不定还能配合我 收购豪华世界的计划 您说的是那家夜总会 不光是夜总会 还有其他的娱乐 特别是有一间戏院 那个可是全新加坡 华人区的最多的游乐场啊 您想在那里放映天下的电影 你们不是想发展更多的院线吗 当然了 我这个人是讲信用的 我说过 要全力支持你们 谢谢 那王先生我们要不要开一瓶酒 庆祝一下 好啊 下次吧 我一会儿约了人打酒 行 那就下次 下次 来 一咖啡带酒 来 好 结账 今天只喝一杯就走 还要工作不能谈杯 给我来一杯 咖啡 有什么好推荐的吗 玛丽莉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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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莉 有没有特别一点的 会好喝吗 应该很适合你 有点辣 那你应该喝茅台呀 为什么 有点土嘛 我今天因为有应酬 所以才穿得正式一点 平时我可不这样 是吗 我可没看出来啊 看你的打扮应该会跳舞 改天我轻易跳舞 我的舞技可是非常的高啊 很多人还说我跳得像 蒋巴瑞莫尔 我说啊 每一个追求我的男孩子呢 都说自己像什么电影明星 我看你跟他们没有什么区别 不对 你跟他们有区别 你比他们年纪大一点 今天是我们第一次见面 当我有预感我们会再见的 维特 这位小姐的酒钱都算我的 都像你这杯 The Darks World 再见 你到啦 爸爸 开会啦 早就开完啦 你们刚刚认识啦 谁 刚走的那个小伙子呀 对吧 她就是那个跟你一起开会的人吗 对呀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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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